小米1810是本港首席同股不同权的股票 纵然具标志性,但在昨日首个禁售其界满之制,股价亦市卸6.8%至10.34元 作成交额高达25.7亿元,按日增余15亿元或1.5倍 相对今年首个交易日更激增弱22亿元或5.9倍 反映沽压沉重,相关9只新经济股全部深潜 小米董事长雷军在昨日开市前,已宣布自愿延长个人持股禁售其一年 但未能加强市场信心 中文证券香港研究部董事王伟豪更指出 小米目前股值形相对高,估计会反复跌至8元水平 事实上,小米在本周二以预演解禁后的抛售恐慌 股价跌7.5%至11.1元 起了昨日仍有明显沽压 小米作组公布的通告显示 雷军自愿由昨日起计及的365日内不出售个人持股 而首席财务官周受资在未来一年亦不能出售持股 不过,雷军对自己留有后着 可以将首上因公司奖励所得 约6.4亿股的持股 捐赠与他人作慈善用途,即仍有沽出的可能 前期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多 第二个不利原因,是撇除雷军和周受之持股后 小米前期投资者及员工的持股占比相当高 潜在股压大,前期投资者包括神兴 启明创投和IDG资本等机构 部分入股成本低至每股一毫多 即使于现水平不问价股 仍有庞大获利空间 撇除要到今年7月才获解禁的神兴持股 其他前期投资者与小米员工 持股折合于70亿股 占公司已发行股本约三成 美银美临发表报告指出 虽然大部分获解禁的股份属于小米关联人士 即时抛售股份的机会较低 但其他非关联人士及基础投资者 共持约4.12%股份或9.22亿股 有机会成为流通股份 王伟豪认为 小米目前股值相对高 也是股价下错的要因之一 因为以小米2018年上半年的经调整利润股算 他现时市盈率约30倍 但其内来自硬件销售的收入占整体收入于9成 本质上市设备股 而被指属小米参考对象的苹果公司 其股值远较小米便宜 Apple那么多程式应用 有多售后服务 都是得十几倍市盈率 因此 他认为小米市盈率降至22倍时 才开始进入合理范园 估计其股价会先跌穿10元 然后反复下市8元水平 又或者他有明确转型为互联网公司的势头 业务具高无利率 才能支持目前较早的估值 中移动高通账面食近四成 虽然黑暗之后可能有黎明 但对于在小米IPO时做基础 投资者的中移动941和美国高通等 就未必有等待小米转型成功的心情 事关他们的入股价与散户一样 都是十七元 不过半年的光景 相对现价以账面食近四成